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康熙帝十驾送和生命之宝师 现在为您介绍的是康熙帝金氏之作 清康熙皇帝八岁登基 在位61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他殿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 开创出康贤盛世的大局面 是一位英明的君主 伟大的政治家 康熙皇帝曾热心探讨基督真道 在国事纷乱之际 不仅利用时间来学习圣经等书籍 还常和那些远色从阳而来的外国传教士谈道 由于他熟悉圣经和教会历史 再次曾写过许多教会时事体材的对联和诗歌 康熙皇帝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定死十驾上 曾写了一首快智人口的七元律师 名曰基督史 人称康熙十驾歌 也称十驾送 这是一篇体会基督受难极井的佳作 他告诉我们 康熙皇帝曾首读四福音书 他非常了解耶稣被定前夕受审的经过 送给大家来听听 十驾送 功臣十驾血尘兮 百丈恩流分自息 深列四崖半夜路 屠方三倍两番机 五千鞭榻寸敷链 六尺旋垂二道旗 惨痛八该金九品 七言一臂万灵提 康熙精通古诗韵律 这首七言律师押韵严谨 虽只有八句五十六字 但却将野书从被捕到 允命的主要情节描绘得淋漓尽致 奔放的诗句和整齐的韵律相结合 使人独来 铿锵有力 意味无穷 如果一面读诗 一面默想基督苦难经历中 那些悲痛场面 必会历历在目 催人泪下 然而滴水穿石 非一日之功 这巧妙的诗句 绝非轻易信守年来 如没有熟读圣经 深刻理解野书定死诗价的意义 及秦朝笔墨 反复推敲 素含深邃 语言功底和丰富想象力 是绝不会雕琢出 如此加美的诗句来 康熙也许是最了解 天主教的一个中国皇帝 从这首他所作的诗价诵 七言诗 便可见一斑 若不是对圣经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十分熟悉 是绝对写不出这么一首 奇巧而又准确的叙事史诗的 但最难得的 还是康熙对野书基督 在最后的晚餐过后 直到上十字架的受苦历程 描述的历历如在眼前 并且除了对史诗有准确的计时描述以外 治理行间竟淫逸着阴阴如目之情 康熙身为一代上国之君 愿意如此虚心接受西方宣教士 所传之道理至此地步 确实非常难能可贵之志 向康熙传道的西方传教士 也许不止一位 但其中最主要的因是来自比利时的南怀人 据史家所记 康熙对南怀人非常尊重 不仅因南怀人博学多才 带给当代中国不少先进薪资与实用科技 诸如天文算力与字炮等 另一方面更因南怀人的高尚品德 与其慈悲的心怀 令比他年轻不少的一代明君 康熙胜为心泽 因此之故 康熙由接纳南怀人 而自然的也接纳了他所传的福音 从以上这首十价送的内容看来 康熙因是曾详细考察过也书生平的 最可能的就是南怀人曾给康熙上过查经班 并且甚为详细的为他讲解 而康熙本已是天重奇才 而又极认真学习 结果才能整理出思路文理 极清楚而又能抒发出本身情怀的十价送 康熙皇帝还有一首题为《生命之宝》的诗 也是今世之作 让我念给大家听 《生命之宝》 天上宝日月星辰 地上宝五股金银 国须宝正直忠诚 家须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 只有生命一世贤 百岁三万六千日 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糊涂去时亡 空渡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合味 身上穿成巢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 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 白玉黄金也枉然 但犯青州冲一击 锦衣拿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出人弊 以俘虏权势神指通 五湖三万五千日 年秋十二一 百岁三万五千日 三万五千日 四海徹 四海徹 国航空 五千日 一山 一山 二山